记得之前教大家做的紫浆鸭特别受欢迎 很多人都质疑那就是浆爆鸭 其实浆爆鸭和紫浆鸭在做法上比较类似 但还是略有区别 如果想做好浆爆鸭 这六个关键点一定要掌握 按照这个做法 不管是在家做还是开个特色菜餐馆 这个味道根本不用去比 首先做浆爆鸭一定要选用半年类的紫鸭子来做 只有用紫鸭才能爆出来 而不是烧出来 这是第一个关键点 浆爆鸭是不能加水烧的 那些教你加水烧出来还说是浆爆鸭的 都是在乱弹起 这是第二个关键点 下来鸭子的改刀也不要太小了 做成这样大小均匀的块就可以 另外做浆爆鸭你一定不要去焯水 一定要生爆出来 这是第三个关键点 鸭子的腥三味比较重 所以在生爆前一定要做好去腥腌制处理这一步 这是第四个关键点 腌制处理还是盐用我一直教大家的流程 先加盐和料酒进去抓匀放一会儿 再用清水把鸭肉冲洗几遍后 用力把残余的血水全部加出来 形成负压的腌制 然后加酱油 盐 料酒 胡椒再加几块拍烂的葱姜进去 反复抓饮让鸭肉吸足料汁 这样的处理就能让鸭肉吃起来非常入味的同时 完全没有一点腥味 接下来处理配菜和料头 纸姜是最重要的配菜 要像这样切成片 再来点青红椒切成片来搭配一下颜色 味道重的可以像这样加点小米辣进去 然后切点姜片和拍蒜 再来准备一点陈年豆瓣和泡椒圈 最后再准备点青红花椒就好了 下来把鸭肉中的姜葱剪出掉不用 把锅烧到飞烫冒烟后再倒菜籽油 家里有条件可以再加一勺猪油真香 现在听我考虑 全程保持家里造具最大火 七层油温下入鸭肉煸炒 油温一定要高 火一定要大 看到火苗不要害怕 这样才能快速炒出香味 这也是很多人炒不好吃的 关键点五 保持最大火 一直炒到像这样没有水气后 泡入一勺高度白酒进去 白酒在高油温的作用下 能迅速带走鸭肉中几唇的腥气 同时给整道菜增加特有的酒精香味 下来一定要继续编炒到像这样 鸭肉已经脱骨 焦黄出油的这个样子 鸭肉好不好吃 就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那些水都没有炒干 看起来白卡卡的 怎么吃得下去嘛 所以这一步就是最后的关键点 接下来这个时候倒入姜蒜炒出香味来 炒香后再倒入青红花椒进去炒香 然后下入泡椒和皮咸豆瓣 或者鸭肉炒出汤匙和香味来 这时候不要加水 倒入100毫升左右的啤酒进去 加啤酒有两个目的 一是煸干水汽的鸭肉不宜入味 加一点啤酒可以让鸭肉回软的同时吸收入味 其次啤酒自带香味和其他作料的融合 可以很大程度上激发出各种作料的香味 快速炒匀后倒入青红椒炒到断生 然后倒入紫姜后开始调味 加点酱油提香 白糖和味和味精提鲜后炒匀 最后锅边烹入陈醋蒸香后 关火淋入藤椒油蒸香 炒匀起锅 这样一道香气逼人的姜爆芽 哪够来吃吗 如果喜欢这道用心而做的姜爆芽 再配上这样详细的做法讲解 你愿意为它点个赞吗 感谢关注 我是南希 一个爱做饭的男人